哈囉大家好,我張老師,來上課啦,鏘一下來 噔 今天我們就講講 12生肖,兔子、龍跟蛇 在農曆4月份的印試 一樣開宗謎,要跟各位講 不要怪力亂神,不要太迷信 聽好,不要太迷信 該迷信的地方,老師會跟你講 不該迷信的地方,我也會跟各位講 那你們不知道要不要迷信的時候,就乾脆不要信 像這種視頻,聽聽就好,不要太過愛 有則改過,無則加免,這個很重要 因為形而上那一塊,要找專業的人來處理 我不是一直講嗎,人很單純,錢很單純 但是人跟錢一直接觸,就變成不單純 社會也很單純,人比較複雜 聽好,有時候很多東西,你要切開兩塊來看 為了讓他單純化,很多東西 老是要一個人去執行 先好,老是要一個人去執行一些事情 一樣來,先來講講 講講這一隻兔子 這隻兔子你在農曆的事業份 走的是筆尖傷官 聽好,筆尖它是一個相當自我的心 傷官又是趕食花見淚 恨別鳥驚心 傷官好不好? 好啊 傷官可不可以土秀? 可以啊 那為什麼有人傷官土秀 七土八土到益次元空間 第一個你人漂亮 第二個你個性不是好 第三個人很愛花錢 第四個你專業能力不足 所以傷官能不能土秀 食神能不能謝秀 講的是什麼?專業 專業來自訓練 訓練只有兩個地方 一個學校,一個社會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在看命盤 不是說,哇老師啊 我還在傷官土秀 你拿什麼去土秀 老師啊我食神謝秀 你拿什麼去謝秀 有沒有? 這個是最重要的點在這裡 所以有時候我會跟你講 不要迷信 有時候我會跟你講 必須要信 一方面我叫你們不要乖乱神 不要迷信 為什麼一方面我會鼓勵你 找你信得過的老師 去解決一下你的困擾 我再講這個點 那你在走三關 又有一個筆尖 所以你要注意你農替事業份 列三關兩顆 也要注意這個嘴巴 陳也嘴巴 拜也嘴巴 能不能 能不能 不要說話 你在講鼠兔的 你在農曆的事業份 Keep silent 有沒有?一定要Keep silent 這個很重要嘴巴不要講話 就沒有事情 來一樣 抽一支籤 抽一支籤 嚴格上來講 先天命講 來講講後天命 來 現在我們來抽一下 那個 屬兔的 男生 想要知道農曆事業份的硬事 來 現在老天 老天無口借老師之口 老天無手借老師之口 來 抽一抽 這一支 這一支什麼 哎呀 Handsome Prince 看看 雷水姐 聽好 這個姐叫Solution 解決了 所以聽好 屬兔的男生 你不用怕 有沒有 你是一個年輕的 王子 男生 在跟你講什麼 你不用怕 你這個傷官可以土秀 因為你有很多武器 要操作武器之前 要有強壯的體魄 還有精湛的武藝 為什麼你敢坦胸肉背 因為你有腹肌 有沒有 有六塊肌 還有人移線 因為這距離的問題不能太近看 不然人家看看 這個不錯喔 這一支 這一支掛相當好 跟你講 不用怕啦 雖然你這個傷官 可能有功高震主之為 但是 會得到解決 因為你上面那一個領導 那一個主管 那一個上司 還算是懂得習慣之人 來 現在來看看女生 哎呀 屬兔的女生 來看一看 農曆事業的運勢 我給你講 易經 所有命理資源 有空學學易經不錯齁 來 女生 農曆事業份的運勢 來這支 這支什麼 怎麼有一個女生 看一下 這叫做 三 不是 這支叫 三豐鼓 女生你要注意喔 這支掛叫做 十八掛 三 豐 鼓 以後跟你講啊 你的盤子當中有三條蟲啊 女生你要注意啊 為什麼你會抽到骨掛 有沒有在那個南洋 有那個下骨素 有沒有幫你下骨 下骨素是上世紀的說詞 現在應該這樣講 用一種那種 微生物 一種病菌 好像那個 COVID-19這樣給你吃 你十五天不回去找他 你就不能得到解藥 就會雞雞齁 他在跟你講 女生 屬兔的女生 在農曆社會要注意 你要注意 你的partner 可能會去偷吃 也可能背叛你 聽好 你現在看到的 不是那三隻蟲而已 不是盤子的三隻蟲 齁 你看那個骨 三隻蟲在一個名 不是這個問題而已 是跟你講 根本上已經爛掉了 你再跟你講 你必須要做一個決定 來 現在看看屬農的 屬農的 你在農曆的事業份 屬農的你一整年走的是七薩 七薩是開疆屁土 那你在農曆事業份走的是正觀偏硬 不錯喔 唯一的缺點 這個觀跟這個薩 衝到你知道嗎 觀薩混雜 一混雜下去 心裡不安定 所以有時候你想要攻 會怕 不攻你又覺得很可惜 那你這個官 正觀碰到便宜不錯喔 逢印見官 十有七貴三負 你不會太差 所以你在農曆的事業份 你的策略上來講 聽好 兵出險招 如果你是在經商 玩股票 玩奇貨 玩比特幣的 在幣圈玩的 玩NFT的 還是在益次元空間的 稍微不要用正規站 用一點旁門走道 旁門走道會比較好 來 這個先天命講 來講講後天的 來 鼠龍的 想要知道他農曆事業份的運勢 鼠龍的龍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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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龍 2022年 任營年以四月 農曆事業份的運勢 來 老天無所 借老師之手 來這一隻 這一隻 這有變化喔 來來這一隻 這一隻什麼 掛 砍為水 啊你要注意喔 鼠龍的 這個龍兄啊 你要注意啊 為什麼 你是那麼的驕傲 這裡要跟你講什麼 凶險 四大難掛 阿難來了 這很困難喔 你看 內險外險 所以你農曆事業份 男生 齁龍的 在跟你講什麼 儘量一動 不如一靜 雖然 逢印見官 十有七貴三部 可以開疆辟 但這個跟你講不要啊 太兇險了 這樣追來追去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這一隻 後天命跟你講不好 但是這一隻掛好不好 有時候要針對一個事情來講 比如說現在大敵當前 這隻掛是好 如果現在大敵沒有當前 你抽到這一隻掛 叫做主動攻擊 極為凶野 聽好 易經最可愛的地方在精準 最難的地方在爵士 解釋他不是單單說 抽一隻好跟壞 沒有那麼簡單 相信我 為什麼我們在學易經 要去找老師 要找名師 要找大師 因為我就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 Why ab why has the where for 他會跟你講 會跟你講為什麼 那這個掛 我已經有跟你講的前提了 有機會來上課的時候 我會跟你講的比較詳細一點 因為今天是 這個抽一隻掛而已 來 現在看看女生 來 鼠龍的女生 小龍女 要知道農曆事業分的意思 來來來來 唉呀 這一隻掛 波 山地波 波是這樣子啦 你看這個女生 充滿哀怨的眼神 然後又在波 波 玻璃 不是Glass 不是眼鏡那個玻璃 是波開 離開 離開 伸波 撥開衣服的波 那撥衣服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 你的男人幫你撥 第二個 你自己撥 那撥了以後還有兩個狀況 男生會跟你講 穿好吧 那個就很慘 那如果他沒有叫你穿好 那還有救 所以你的失敗機率 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凶險 當然如果你自己要撥的話 人家要叫你穿上 唉呀 這叫做情何以堪 有沒有 你看這個女生為什麼哀怨 為什麼哀怨 以前說我小鳥依人 現在說我很唠叨 你當年說我是小鳥依人 好 好狡捷喔 好聰明 好不做作 你現在嫌我口無遮攔 人不是這樣子嗎 再跟你講喔 一定要注意 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 對的人 對的事 叫成功 那我們這個易經沾掛 只會大概跟你講 對的時間 還有對的事情 那這一隻掛跑出來 再跟你講 講什麼 再跟你講坡 一定會損傷 山 地坡 一個山站在土地上 稍微風吹草動 一定有落實 再跟你講 但是 聽好 這一隻掛跑出來再跟你講 播到最後就不用怕了 就不用再怕 好來 現在講講 小龍屬蛇的 小龍 你今年走的整個是偏硬 那你在農曆事業份走的是 正硬筆尖 這個正硬筆尖 要跟你講 你要注意 你農曆事業份 那個EGO這麼大顆 EGO EGO EGO就是自我 你特別有自我的看法 想法 聽好 有沒有自我看法想法沒有關係 老師不是常講嗎 人生最怕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不是宗教的三位一體 聽好 我不是講Holy Son Holy Spirit Holy Father 我不是講那個 什麼叫三位一體 獨立的思考能力 獨立的專業能力 獨立的賺錢能力 當你三個力量 在一起 這叫什麼 Fight 很多東西 你不會compromise 我不願意跟人家妥協 為什麼我要跟你妥協 我一個人也可以做得很好 對啊 你爭到一死 你沒有爭到千秋啊 你氣很強 你氣不長啊 你什麼都要靠自己 那孔明怎麼死的 四必公親 那孔明為什麼四必公親 他又知道人不可靠 那你不是累死嗎 飯越吃越少 酒 越喝越少 睡眠 越來越睡不著 那你不是很早雞雞嗎 所以人沒有辦法 那你都靠別人 靠別人 養五為患 到時候還不是要雞雞 人不是跟你講這種理論嗎 那一樣在跟你講 你今年一定要 農曆事業要特別小心 你那隻EGO特別大 特別大 來 讓男生抽一隻籤來 小龍屬蛇的男生 要知道農曆事業分的因事 來 老天吳口 借老師之口 老天吳手 借老師之口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唉呀這一隻好 這一隻什麼瓜 看這個 唉呀 這一隻限制級的啊 這個五十一卦齁 正為雷 你看 正為雷啊 裡面在叫 外面在叫 裡面的人要攻出去 外面的人要攻進來 來這一隻 你看 這個女生你看 夜 翻過來她寫一個夜 注意喔 翻過來 叫做夜晚 晚夜 她在跟你講什麼 她在跟你講啊 震動 男生你要注意喔 男生你要特別注意 屬蛇的 你在農曆的事業分 會碰到 有一些會震撼你的事情 尤其桃色糾紛 要稍微注意喔 我還是那句話 人家如果有老公的 有男朋友 你們要稍微節制喔 聽好 你講不清楚說不明白 災難一定來 講清楚說明白 災難不會來 這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 老是不會跟你講 對跟錯 是跟非 我只會跟你講利跟害 怎麼樣做對你有利 怎麼樣做對你有害 來看看女生 女生 哎呀這個女生要趕快 來 屬蛇的女生 來 農曆事業分的運勢 來 1 2 3 哪一隻 沒有跑不出來 來 老天無手 借老師之手 老天無口 借老師之口 來 哎呀你看 第五卦 虛 聽好齁 這個叫水天虛 屬蛇的女生 恭喜你 這一個可能是你的先生 可能是你的男朋友 可能是你對感情的憧憬 可能是你的事業 可能是你的投資 不過他在跟你講 他靜靜的看著你 為什麼看你 因為現在不是下手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想要的那一個標的物啊 他現在在看你 為什麼要看你 因為你到現在還不至於 還不到那個有能力去掌控他的時候 不過他看你那一剎那 你也在看他 他在跟你講 虛 水天虛 天一定會下雨 但是什麼時候下雨 我不知道 易經來自六千多年前的福西 三千兩百年前的周文王幫他註解 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 寫了十本書 所以 易經最可考的資料 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十億傳 來上課的同學 我一定會跟你交代的相當清楚 一定要知道他的 來 龍 去 賣 千里來龍 哪裡結個穴 有沒有 這個叫做 龍穴 沙水 一定要有個典故 要一個邏輯 學東西不要亂學 不要斷章奇異 老師講的喜歡講那個邏輯 從無到有 從有到好 如何演變 我都會跟你講 這支掛在跟你講 這個女生你不用急 這一掛 這一掛在手 男人你一定有 不用怕齁 你看 男生抽到女生 女生抽到男生 很懸 懸之懸 懸之又懸 懂不懂 這叫做太極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一樣趕快按讚分享 或加入訂閱 開那個小叮噹 最重要 喜歡上課的話 去跟我助理打個招呼 那個先登記一下人數 因為沒有人報名 也沒有辦法開課 先找我助理 怎麼找他 你不用打電話給他 他不是有電話嗎 用他的電話去網路搜索 去那個LINE或微信 他有註冊那個號碼 你再跟他講 老師 助理我想幹嘛 他就會跟你回答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齁 來 祝各位平安喜樂齁 來 好 下課 拜拜